你好 大家好 鱼开始喂了 然后还是老样 这是我老爸今天一大早 就来这个山里面剪柴火了 然后我试干完了 也要去剪柴火 然后用三轮车装回家 今天剪一车的话 就是第六车 现在已经开始在装了 我老爸今天早上来的早 捡完这一车 拉回这儿 然后去那边装 这个天气太热了 像这么热的天 在山上干这个火 用这个木材料 一般都是300块钱以上一天 我感觉像这种火 好多年轻人不会干 太热了 特别是这种高温 将近40度 全身出汗 还要那个人 然后还这里有一点 装完这一车就回家 这个汗呢 就追在眼睛上去了 现在这一车装完了 拉回家走了 现在已经到家了 大家看一下我家里面的这个橘子树 挂满了 挂满了果 过一段时间要搞那个支撑点 把它支撑起来 等这个橘子长这么大 这个树就会断 太多了 与年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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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杜云浩 你在拼图吗 那这个火车是谁拼的呀 杜云浩 杜云浩 过来 你拼的 现在去装第二球 现在来山的另一头庄啊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 他们也是早上来的 现在已经弄好了一车 下山了 现在已经到了啊 挺远的呢 这么远 一开始我还以为上不来呀 这个坡有点逗啊 而且还比较长 现在回家了 这一车已经装满了 然后下午再来装衣 你是我最终要回回的家乡 其实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 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 却不止明天的穿过停靠在后方 结束我回回来 安静的陪在你的身上 现在已经拉到家了啊 然后先吃个西瓜 解压树 然后再把这个柴虎卸了 吃点西瓜 哎 好多竖竖啊 卸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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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